嗨,大家好,我叫陳君文,那我來自福文大學,我現在是哲學系大師的學生 那我是陳...耳東陳君子文章的文 那我今天要分享的是我的Gate Trip 因為我去年去了一趟就是21天在德國的旅程,然後只有我自己 然後那時候我用六頂絲烤帽做規劃 那其實我認識蠻多人,他們都跟我說 欸,我家有六頂絲烤帽這本書耶,在書櫃裡面 有人在場,有人家裡有嗎?可以舉個手嗎? 是不是不少,是不是不少 可是說實在的,看過這本書,或是看完這本書的人 大概就是兩三個吧,對 所以我今天就是要用幾個比較簡單的方式跟大家介紹這本書 然後搭配我運用它的方法 好,那大家剛剛都有用兩分鐘介紹自己 那如果我要用兩分鐘介紹自己的話 那三個關鍵字就是紀錄、分享跟環遊世界 那環遊世界是我的夢想,我希望我一生的夢想就是環遊世界 可是我後來發現說其實環遊世界應該要有它背後的價值所在 那我這個價值就是我平常記錄我的生活 那我出去之後就是會跟大家分享說 欸,什麼是我看到的,什麼是我聽到 比如說剛剛在中間的交流時間 可能很多人都會拿到紙飛機 然後他們會希望他們可以把這個夢想傳出去給大家 那未來我的旅途,我就會把這個東西帶到我出去的地方 然後跟那些外國人介紹說 欸,這個是什麼,然後怎麼會有這個 然後做一個文化的交流這樣子 好,那我們進入正題 那六頂思考帽顧名思義它有六頂 那它第一頂就是白色思考帽 那通常白色給人家感覺就是一種很簡單很簡潔 所以它代表就是事實跟數據 那事實跟數據它還是一個既定存在的事實嘛 所以它很好理解 那因為我剛剛講過我有一趟21天的旅程 那我那時候在旅行 因為其實旅行之中你要準備的事情太多了 你要想說欸,你要去哪,你要跟誰去 然後包含你要住哪 所以我那時候我就先用第一頂思考帽 然後寫下說我要跟誰去 然後寫下說我的時間是什麼時候 然後寫下我的地點是哪裡 然後我需要的資源是什麼 那這些是一些事實跟數據 我發現說欸,我需要什麼我去搜尋這樣子 好,那第二頂思考帽是紅色思考帽 它代表是情緒跟熱情 因為通常看到紅色大家就有一種很有熱情的感覺 或是像鬥牛 就是你看到紅色布它就狂奔過去 可是它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紅色思考帽它代表是情緒跟感覺 那它這邊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 然後它是一個支持你前進的力量 然後這個時候我就問問說 21天旅程對你來說就是你的感覺跟情緒 因為21天然後只有我一個人 然後萬一我中間想哭著想回家怎麼辦 這之類的 所以我就想到時候我戴上紅色思考帽 我想說好,因為我去德國嘛 因為我喜歡德文,那我學德文 那我很想要在畢業之前 然後可以有一個人闖蕩的機會 所以我就去 那這就是我紅色思考的部分 好,那接下來黃色思考帽 因為黃色思考帽 給大家是一種陽光或是正向的感覺 那通常看到黃色思考帽的時候 很常想到草帽 那想到草帽我就想要魯夫 然後想到魯夫就想要很愛吃肉 對,但除此之外 它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核心價值 就是它想要去尋找ONE PIECE 它從好幾年前一直到現在都很想搜尋ONE PIECE 那所以黃色思考帽代表是正面跟有建設性的做法 那我就 那時候我就換上黃色思考帽 我就想說好,我要一些建設性的做法 比如說我先著手找了航空公司 然後因為住一定是最大的問題 我就從Hustle或是清電旅社下手 因為那些地方你是可以訂一個一個的床位的 所以我就想說用這些方法去就是弱勢我的旅行 然後接下來我就換上綠色思考帽 它是全部裡面我最喜歡的一頂帽子 對,那大家看到綠色就會想到 欸,有,就是很創新的感覺 因為像葉子啊或是剛芳芽的小樹 然後都是綠色的 然後綠色思考帽代表的是創意跟新的想法 那在這邊我就會從建設性思考裡面去擴張出一些新的想法 比如說我那時候想說住Hustle 可是因為住Hustle實在是太,你知道 我發自內心覺得就是 因為你刀根不認識的人睡在一起 我覺得很赤裸 然後我一點沒有辦法接受這件事情 所以 因為就是一個房間八格 然後就是大家來自各地 我覺得有點可怕 然後他說好 那我要試試看沙發客的方式 因為至少你就是住在人家的沙發上 或是人家的客廳上 感覺就是你知道沒有那麼赤裸 然後後來我就用Couch Serving的方式 然後完成了我這段旅程 然後我總共找了 就是因為我去21天 所以我總共找了20個技術家庭 那剛好我這樣子我的旅費就可能一大半去 然後我就可以去更多我想要去的地方 那就是比較創意思考的部分 然後再來就是黑色思考 是回去 因為它代表是小心跟謹慎 然後就回去幫你檢視說 欸你這樣會不會有問題什麼的 所以我儘管我找到 在每個地方我都找到我住 因為我是環德 然後每個地方我都找到那個 就是沙發主這樣 可是我還是在每個地方都有就是 另外找Hustle的部分 因為我就是因為會擔心說 欸會不會就是你突然間聯絡不到沙發主 或是你迷路什麼等等的 你一定要想辦法 你總不能露宿街頭嘛 所以就是黑色思考帽代表小心跟謹慎 好那最後就是藍色思考帽 它代表是控制跟組織 那因為通常我們會使用思考帽 那就是熱領思考帽的部分 就是簡單介紹 那接下來就是為什麼是那個 為什麼是要用 就是什麼是思考帽 那思考帽它就是像哈利波特的分類帽一樣 大家應該都有多少看過哈利波特 那那個帽子就是戴到那個哈利波特頭上的時候 他就會戴來說 他就會戴著說 他就會戴著說 對 然後後來然後換到馬蒜身上的時候 他就會喊出就是那個 史萊哲林 所以就是當你換上不同的帽子的時候 你就是要換上不同的思維 比如說我今天戴上白色帽子 我就是要用 就是要思考關於數據或是事實的方面 那我今天如果戴上綠色的帽子 我就要思考比較創新的想法 這樣子 好 那為什麼是思考帽呢 因為我今天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 有人在解釋思考帽的東西 他們說其實思考帽就像我們在玩魔術方塊 那我們一定是一層一層解 然後一個一個顏色解 那思考帽它就像是我們在 我們在釐清我們思考的時候 我們是一層一層去想 因為像比如說今天 我昨天晚上出門的時候 然後原本想穿 原本想穿得很正式 但又覺得 就是你知道下雨天實在太煩了 然後可是又想做 可是不能 就是一直想到就是有的沒的東西 所以就很混亂 可是那時候後來我就安靜下來 然後說好 先想一下今天是什麼場合 然後想一下 穿什麼對你有什麼影響 就是用這種方式去想 就是層層理解 所以才會使用思考帽的方式 好 那思考帽要如何使用呢 首先我們要就是 就是有一個那個地圖的部分 就是應該你要先想一個主題 就是因為它一定要有個想法去做擴張 然後就是它的主題也是旅行 像我那時候去德國旅行嘛 所以我就是用這個東西去做介紹 或是一個習慣 像我之前就是 我最近在減肥啦 然後我就是用那個 對 就是用那個紀錄 然後先說我要減多少公斤 然後我要就是 用什麼方法等等的 然後或是一個計畫 或是一個新的想法這樣子 好 那它使用的方式就是像這樣 它是一個就是 呃 類似像新制圖的方式 可是 它跟新制圖有一點不一樣 然後 我們通常會把主題起來中間 然後各頂思考帽 把想法發展出去 然後通常會建議大家 就是一定要寫下來 因為 不寫下來你就會忘記 你剛剛到底想過什麼 那你用這個思考帽的時候 你到時候 你戴上藍色思考帽 要組織的時候 你就可以回頭檢視說 欸 我剛剛到底想了什麼 然後有過什麼想法這樣子 對 那 它這個其實最簡單最簡單 它其實要帶給我們的概念 就是 切換 切換跟簡化 它是簡化你的思考 就是 你一次只思考一件事情 那你思考六次 你就對這件事情 有很全面性的就是想法 然後再來就是 做替換 因為比如說 欸 你現在想 你要先想關於數據的事情 你就戴上黃色的帽子 然後 你覺得OK的時候 你再換到別的帽子這樣子 對 那就是 那就是在最後我想要帶給大家的句話 就是 to be the change you want to see in the world 就是 希望你可以成為 在場每個人都可以成為自己想要的改變 這樣子 那 因為還有一點時間 那我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 就是 因為這種就是思考帽 它其實是一個蠻能善用的東西 然後我在學校也有跟一些 學弟妹做過分享 那我會給他們就是一些提 就是我一樣會請他們就是 寫一個自己最近想要發想的主題 然後做一些擴展這樣 然後最後我會讓他們有一個團體的演練 然後就比如說我就跟他們說 來 現在請你們針對比如說 因為我是福大學生 我說針對就是福大校慶 然後你們要擺一個攤位 然後你們要想一個 你們覺得就是 那個攤位最會賺錢的方法 然後再想一個你們最不會賺錢的方法 然後跟他們收集 然後我就把他們好的那個方法撕掉 在當場在他們面前撕掉 他們就很驚慌 想說在幹嘛 對 然後後來我就把他們壞的點子做交換 然後交換之後他們就拿到別人的點子 別人的點子就說什麼 賣什麼鞋啊 或賣什麼 就很噁心 然後又有人說什麼 就是被打一拳之類的 就是壞點子都是這些 有的沒的東西 然後我就要求說 好 那你們現在要把這個壞點子 變成就是 最會賺 就是最能賺錢的點子 然後他們當場就要用思考帽 去做就是那個 就是去做 然後就是要求他們 結果我會在台上說 欸好 現在換就是白色的思考帽的人 就我會指定他們每個人 頭上都有一個帽子 會發個小卡給他們 然後 不好意思今天到了 對 好謝謝大家 向我來炫耍 來自我會搶哪裡 便 誰